攻略黑化女儿柳如烟多年 我终于攒够了回家的积分 我激动极了 当即要用积分兑换回家 系统却突然跳出来阻住我 你走了孩子怎么办 她可是下一部作品的女主 就留下来陪她吧 我没忍住翻了的白眼 柳如烟和她女儿一个比一个封批 总是对我非打击嘛 谁管他们死活 可柳如烟却在紧要关头赶回来道德绑架我 你能不能有点做爸爸的样子 你对我们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我丝毫不上当 反手给了他一巴掌 滚 没人能阻止我回家 这天晚上我正在和兄弟凌杰聊天 系统突然跳出来 宿主 我检测到你的积分已经够了 要留下吗 不不不 我要回家 凌杰听到后一脸欣喜 泽哥 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凌杰是我穿越过来之后认识的 我和他都是穿越者 但是攻略的对象不一样 他的目标是男主的白月光女主 我的目标是对男主爱而不得的女儿 不管我做了什么努力 作为女儿的柳如烟都会爱上男主 留给我的时间不长 凌杰又有新的任务 离开前 他忍不住提醒了我两句 兄弟 柳如烟他对你非打击嘛 你可千万不要一时心软就留下来 我点头硬喝 但是系统却不是很高兴 和我说话的时候也是有气无力的 似乎并不想让我回去 就在我准备传送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回来了 我像往常一样下楼迎接 顺便递上一碗热腾腾的汤 今天的柳如烟很不一样 他浑身萦绕着低气压 一双眼睛心红心红的 见我沉默不语 柳如烟一把将手里的水杯砸在我身上 白卫泽 我告诉你 别想不该想的 你是我老公 就老老实实待在我的身边 我不会亏待你 我的手指扶过胳膊上的伤痕 那是前几天柳如烟心情不好 往我身上扔茶杯石留下的 别想着离开我 我跟方邪文没有关系 我只是单纯欣赏他的才华而已 见我不回答 柳如烟松开手 不断为自己开脱 我也冷眼看着这一切 这个女人最会装身情 然后转头反咬你一口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遇到男主方邪文 他挽着方邪文的手臂 方邪文打扮得比我还像新芒 他笑着 靠着柳如烟耳边声音低沉 这是谁啊 柳如烟摇了摇头 没事 一个不重要的人而已 那个时候 我就对这个任务对象无感了 二 这时我的女儿白文景 也跑过来拉住柳如烟 妈妈 你别劝爸爸了 他就是极度文叔叔比他有才华 比他温柔而已 我冷眼看着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不是我的种 却是我一手带大的 他小时身体不好 我已经记不清多少个日夜寸步不离地陪着他了 如今说出这样的话 真是令人寒心 系统说送我回去还要经过上级的指示 让我再等几天 若不是这个系统 我现在已经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的原生家庭不错 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找到一份好工作 没想到上班前一天 遇到了这个该死的系统 白文景还在喋喋不休 你让他走 他天天死皮赖脸地待在家里 只会吃喝玩乐 哪里有文叔叔那样优秀 穿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事业心超强的人 在和柳如烟结婚之后 我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 白文景出生之后 体弱多病 柳如烟又两耳不闻窗外事 我担心保姆带不好白文景 辞了工作亲自带她 那时候柳如烟天天跟着方邪闻 我彻底死心 白文景的到来 也让我的生命里多了一道光 我被气得手都在抖 这种狼心狗肺的人 果真跟她的妈一模一样 柳如烟出身卑微 根本配不上男主 要不是我在大雪天 对她身以援手 她早就死了 结婚之后 她恢复本性 生气了对我非打击骂 发自己的娇小姐脾气 要不是有系统控制我 我早就打她一顿跑了 思绪逐渐回笼 我扬起手 照着白文景白嫩的脸 就是一巴掌 白文景捂着脸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柳如烟也不再继续当透明人 朝我嘶吼道 白卫泽 你发什么疯 文景她有什么错 我又有什么错 不就是说了你两句吗 你有必要对女儿下死手吗 她说得轻巧 不过是说我几句 哪家女儿敢这么对老子说话 真是给她脸了 白文景反应过来 扑到柳如烟怀里 妈妈 爸爸打我 我不要她做我爸爸 呜呜呜呜 我脸好疼 我冷笑一声 盯着她不嫌不淡地说 下次再说这样的话 你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柳如烟忍无可忍 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 这个时候我们正站在楼梯口 我没有防备 直接被推下了楼梯 三 柳家的保姆和管家 最会见风使舵 见柳如烟生气 没有一个人管 还躺在地上的我 我摸摸自己的头 摸到一手鲜红的血 因为柳如烟的家暴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失血过多 让我直接昏迷过去 迷迷糊糊中 我还听到一老一小在讨论 妈妈 文叔叔可以做我的爸爸吗 现在估计还不行 你爸爸还没有完全 把公司的大权交给我 我醒来的时候 只有林杰坐在我的床边 那个狗东西又打你了 我点点头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逃离 奈何系统 每次都用回家这个理由控制我 我要是敢还手 就会被电击 不过这一次 柳如烟是怎么知道 我要离开的呢 系统 别装死 是不是你告密的 系统见瞒不住了 只好哭唧唧地出来 宿主 你女儿是下一个剧本的女主 也是我负责的 你要是走了 她会黑化的 我没有办法才告诉柳如烟的 我与系统的关系一向不好 我在原世界活得好好的 她凭什么无缘无故 就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美其名曰是拯救女儿 但是这种做法 真的很让人恶心 所以你就是这样出卖我了 我冷笑着看着系统 如果我和林杰一样 原世界的身体已经死亡了 穿到这里 我真的是一两句怨言 没有 林杰担心我过于激动 在一旁不断安慰我 没事没事 你不是安插了人 在柳如烟身边了吗 都那么久了 柳如烟很快就活不长了 我被气得脑子都疼 柳如烟根本没有请个好医生 给我治病 四 晚上 柳如烟过来看我 我已经和你的那个系统说好了 你不能回去 你走了 女儿谁来照顾 我冷笑一声 怎么 女儿就是我一人的女儿 你家那么大就找不到一个照顾她的人 实在不行你跟方邪文结婚让她照顾 柳如烟直接破房了 我有什么错 我只不过是想让女儿有爸爸而已 再说了 我跟文哥哥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哥哥哥哥 他方邪文是鸡嘛 柳如烟的话 刚说完病房的门就被敲响了 柳如烟的专属营养师进来送饭 顾总 今天的晚饭主菜是红烧大虾 晚上还有一粒维生素胶囊 您别忘了吃 我跟那个营养师对视了一眼 心里算着时间 柳如烟吃完晚饭之后 医生刚好进来欢养 她接过工具 准备扮演一个好妻子的形象 亲自给我换药 这时保镖直接推门进来 顾总 方先生说她心口疼 柳如烟的手一抖 直接扔下手里的工具 你说什么 赶紧请医生给她看病啊 她走后 林杰为我愤愤不平 什么死女人 哪来的垃圾 还不准你走 多大本事啊 一听说小三心口疼 就着急忙慌地走了 根本就不关心你 我微微一笑 要是你不在我旁边 她连装都不想装 最关键的是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 认为是我在无理取闹 柳如烟从小生活在福利院里 现在好不容易有钱了 一生都在追求体面 至于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方邪文 其实原因很简单 方邪文跟她一样在福利院长大 只有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她才会有成就感 过了一会 白文景也过来了 爸爸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 温叔叔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打电话骂他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谁打电话骂他了 灵结见我不明白 眼珠子一转就猜到了 可能是他自导自演的 表面男主 实则律见 我大概也明白 今天下午 方邪文谎称接到我的电话 在家里难受了一下午 现在说自己心口疼 等柳如烟赶过去的时候 就会看到他心脏病复发的样子 柳如烟现在不应该跟方邪文你浓我浓吗 明明他的目标是方邪文 为什么想要用这种方式害我呢 我一直认为雄竟是一种很低端的行为 没想到表面大度的男主会做出这种事 你这个蛇蟹心肠的人 当初就应该让妈妈嫁给文叔叔 做你的女儿真的让我很丢脸 白文景还在一旁不断指责我 林杰很是惊讶 似乎不明白我的亲女儿会向着别人 你爸爸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你就是这样报答他的 且不说你爸爸有没有打电话 就算是打了你 也没有资格指责你爸爸 林杰还在为我感到不值 我扫尸了一圈病房 终于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把水果刀 拿起它 我毫不犹豫地刺向白文景 这种畜生不配做我的女儿 呜 眼见雪白的刀子 马上就要刺进白文景的身体 病房的门突然开了 一个身影不顾一切地挡在前面 是方邪文 文哥哥 你有没有事 柳如烟跟在后面大喊 两人赶紧上前查看方邪文的情况 见方邪文不做回应 柳如烟站起来冲我大吼 白卫泽 你疯了吗 白文景可是你的女儿 白文景也跟着柳如烟吵嘶吼 那样子活像一个跳梁小丑 爸爸 就是因为我更喜欢温叔叔吗 你真是一个自私恶毒的人 我不屑地对着躺在地上的 那个大方善良的男人说 别装了 那把刀是刀柄朝着你 就算是再丧心病狂 我也不会像你一样杀了自己的女儿 这件事还是凌桀无意间告诉我的 原助理没有描写 他说方邪文一开始在酒吧里打工 遇到女主之后 让女主怀孕了 但是这是一本略文 文章里说女主流产了 实际上是方邪文把女主生下的孩子直接掐死了 方邪文如动着嘴唇 白卫泽 你这么能这么说我 我没有孩子啊 柳如烟将他护在身后 够了 你不能因为嫉妒文哥哥就造谣他 你给我等着 我等会再来处理你下午打电话 骂文哥哥这件事 说完还转头对着方邪文说 文哥哥 你有没有事 我带你全身检查一下 柳如烟带着一群人走了之后 我问系统 什么时候送我回去 系统沉默了好一会才跳出来说 不好意思诉诸 我已经跟您的老婆沟通好了 您就留在这个世界 我暴怒 你算什么东西 柳如烟又是什么东西 你哪来能力替我做决定 系统没有正面回答我 诉主 你就偷着乐吧 还有好多人想穿来都没有机会呢 我不断咒骂 你算什么东西 猪狗不如的畜生 系统直接切断我的意识 我已经无法主动联系上他了 六 见我在床上无能狂怒 灵结赶紧问我怎么了 我崩溃大哭 我回不去了 这是什么狗玩意系统 我要回家 当初传来的时候 我还是个并不受宠的白家少爷 为了得到我想要的 我付出了很多努力 遇到柳如烟后 我更是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还要时刻防止柳如烟黑化 灵结犹豫了一会 对我说 要不让我的系统传送你回去吧 我跟我系统关系不错 更何况你已经完成任务了 我欣然同意 顾不得头上的伤疤立刻坐起来 那你呢 你怎么回去 如果有可能 我希望灵结能一起回去 灵结似乎不在乎这个 我啊 我回不去了 在原世界 我应该早就死了 沉默了一会 灵结已经和自己的系统说清楚了 她愿意帮这个忙 系统和系统果然是不一样的 有的系统就是贱 在我脑海中的系统 似乎也听到了我的吐槽 不断尖叫 宿主你不能回去 宿主你走了你女儿怎么办 我根本不想理这个狼心狗肺的系统 直接赏了她一个字 滚 接到系统的告密 柳如烟很快就回来了 白卫泽 我知道你嫉妒文哥哥 但是我跟他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再说了 我只是不想让我们女儿失去爸爸 我站在病房内冷笑一声 我嫉妒方邪文 我为什么要嫉妒他 不管是在我原来的世界 还是这个世界 我过得都比他过得好 我难道是嫉妒他没赚钱能力 为了生活当小白脸吗 方邪文原本笑盈盈的面上 立刻露出委屈 让我看得直犯恶心 奄奄 白卫泽口快心直 你不要怪他 柳如烟这个时候 却摆出一副 他什么事都听我的的架势 文哥哥 你就是太善良了 才会被欺负 我马上让他给你道歉 气 柳如烟说完 就转头看向我 不嫌不但地威胁到 赶紧向文哥哥道歉 不然我们就离婚 他的好女儿白文景 也在一旁附和道 就是 爸爸 你欺负了文叔叔 就要道歉才行 不然我就不认你做我的爸爸了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坏重 白文景就跟他妈一样坏 林杰在我后面小声地说 通道开了 可以回去了 柳如烟的嘴微微张开 似乎还想再说些什么 我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果刀 直接朝他甩去 趁着空隙 我看了林杰一眼 林杰没有说话 用手不断推散着我 快点 赶紧走 一阵白光刺痛了我的眼睛 晕过去的那一瞬 我听到了不少人 同时发出的声音 林杰 回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柳如烟 我就是不想让孩子没有爸爸 我有错吗 白文景 爸爸真是一个善度的人 太不负责了 接着就是方邪文 假惺惺的叹息 烟烟 对不起 我把白卫泽气走了 爸 醒来时我正躺在家中的床上 打开手机我才发现 在现实世界中 已经过去三天时间了 在床上躺了一会 我的好兄弟仲云就给我打电话 泽哥 你这两天怎么不找我聊天呢 我有点恍惚 穿越这种事情说出来 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吧 仲云高兴地约我 我们一起出来玩吧 你娜的工作怎么样啊 这几天担心你休息不好 都没有打扰你 我头痛欲裂 难道在异世界的伤 也被我带到这个世界了 我知道了 等我收拾好给你打电话 正当我收拾的时候 那个作死的系统又出现了 宿主 柳如言说要来找你 我同意了 孩子还那么小 你在那个世界多待一会儿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 怎么了 你觉得这个决定好 你自己就自己带啊 我又不拦着你 你这样的系统真的很让人恶心 系统气急了 现在不像之前 以前我没有完成任务 他还可以惩罚我 现在我可没什么好怕他的了 系统在我脑海里吵吵个不停 大有一副我吵不过你 也要恶心撕你的架势 我自动忽略系统的吵闹声 这三天里公司给我打了不少电话 现在以矿工为由辞退了我 这种苦我找谁说理 好多人向进这种大厂 还没有机会呢 仲云喜欢热闹 平时约我通常都在酒吧里喝酒 我简单打扮了一下就出门了 之前柳如言黑化严重 不允许我去酒吧 现在我可要去得够 酒 我像往常一样 去酒吧的老地方找仲云 仲云已经坐在沙发上喝酒了 见我来了 仲云敷衍得招招手 最近两天很忙吗 怎么不过来跟兄弟聚聚了 说不说呢 说了仲云会不会把我当成傻子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这两天穿越了 好不容易才回来 我还是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说到动情处还忍不住哽咽 天杀的 老子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那个死女人还家抱我 反抗那狗系统就惦击我 仲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还有点不太相信 不过也顺着我的话提供情绪价值 天哪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 你别怕 今天哥几个去你家保护你 系统这个时候突然跳出来 宿主 柳如言已经找到你了 我没有理系统 柳如言找到我又能咋样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酒吧的氛围逐渐热闹起来 我喝得有点醉醺醺的 众云扶起我 我嘴里还在骂着 那个死系统跟拐卖有什么区别 在那个世界里我出不去 就像被拐进深山 登上山顶看到的是一座 接着一座的山 系统这个时候在我脑海里大喊 我们才不是拐卖系统吗 你不要血口喷人 众云听不到系统的声音 但是从我的描述中 他认同了这种说法 出了酒吧 清凉的晚风复复在我的脸上 让我瞬间清醒了不少 当然 这不是因为晚风 而是因为面前的人 柳如烟带着白文景 正皮笑肉不笑地站在我的面前 是 众云不认识他们 还很有礼貌地说 不好意思 麻烦让一让 白文景直接推了众云一把 你是什么人 也敢把你的脏手放我爸爸身上 众云有些不明所以 转头看了我一眼 你这个小孩怎么说话呢 我哥才21岁 还没结婚呢 不要随便认吧 他可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在听到白文景说话的那一瞬间 众云就明白我说的都是真的 但是那又怎样 我就是不承认他们能怎么办 我冷笑一声 哪来的两个乞丐 不要随便认罢行不行 或许我以前对白文景太好了 这个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直接抱住我的大腿 爸爸 你别闹了行不行 跟我们回家吧 我抬头看着柳如烟 对方正一脸得意 根本没有阻止白文景的意思 好像一个孩子就能拴住我似的 为了打消他的念头 我毫不犹豫地扬起巴掌 用了我平生最大的力气 直接扇在白文景脸上 哪来的小杂种 能滚多远滚多远 之前所有人都会看在白文景 是柳家小公主的面子上 对他轻声细语 别说打了 说话声音都不敢过大 现在猝不及防 被我扇了一巴掌 他除了不服气 更多的是震惊 很久以前 柳如烟在追求方邪文 情绪也不稳定 黑话值是不是飙到99 系统对我说 或许有了孩子 他就会稳定一些 我不喜欢柳如烟 一开始我欣赏他的野心 但是欣赏终究不是喜欢 白文景的到来 只是让我有了事情做 我和柳如烟的感情趋于稳定 但是也仅此而已 柳如烟似乎没有想到 我会来真的 抱着白文景瞪大双眼 吃惊地说 白魏泽 你是个爸爸 怎么能这么对自己的女儿 一点也没有闻哥哥温柔善良 我冷笑一声 为什么要像方邪文一样温柔善良 这样才好被你控制 是吗 只有这样你才会有成就感 是不是 被我拆穿了心思 柳如烟有些不知所措 在他的心里 我就该像以前一样 对他百依百顺 众云不喜欢这样的下头女 拉着我就走 还不忘回头唾骂 真是晦气 我们刚想上车 柳如烟又喊住我 白魏泽 我们刚来这个世界 还没有地方住 你能不能 砰的一声 柳如烟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就摔上了车门 十一 脑海里系统还在不断对我 宿主 你这样柳如烟会黑化的 反正我现在都回来了 别说黑化了 白话都不管我的事 现在任务完成了 你什么时候离开 我已经向时空管理局的人 说明了你的所作所为 你要是再不走 他们就过来亲自带你了 这件事还得感谢灵杰 虽然 她留在了原世界 但是告诉了我不少 关于时空管理局的事情 系统沉默了一会 又说 宿主 求你回去吧 白文景是下本书的女主 她要是黑化了 我就没法交代了 我冷漠地说 关我屁事 当初我穿到异世界的时候 哭着让你把我送回来 你也没有理我 或许系统也没有想到 当年发出的那枚子弹 如今射中了自己的眉心 系统沉默了一会 开始不断对我洗脑 父母爱子 为之计谋深远 为什么别人能那么爱自己的孩子 你就不行了 爱子 我爱子 那么子爱我吗 我照顾她的辛苦 你也不是不知道 再说了 她是我女儿嘛 你就在这扒吧 这个系统现在毫无人性 就像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拐卖贩子 孩子才多大一点 她懂什么 我冷笑一声没有回答 系统见我不理她 还觉得自己有理 在我脑海里大吵大闹 生怕我睡着了 众云担心我又危险 特意搬了过来 兄弟 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睡吧 我躺在床上 回忆着过往的一切 众云的安慰 瞬间让我心安不少 十二 第二天早上 终于没有去上班 但是我还要出门找工作 我以为柳如烟会就此放弃 毕竟她是一个爱面子的人 一生就活个体面 早上系统也没有再来打扰我 按这个时间点来算 她可能早就被时空管理局的人带走了 一开门 柳如烟正牵着白文景 可怜巴巴地站在我家门口 泽哥 你可算愿意见我了 我就知道你 柳如烟的话让我一阵恶心 谁要见她 我只是出门找工作面试而已 众云跟在我后面 看到柳如烟这个下头女又过来找我 立刻开启嘴T模式 你在说什么 泽哥是你能叫的吗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出现在我兄弟面前 赶紧滚 我兄弟是不会跟你一起回去的 柳如烟根本就不死心 白文景更是发挥了柳家恶劣的本性 她仗着自己年龄小 直接抱着我的大腿 指着众云大哭 爸爸爸爸你别不要我 你不要听她的老男人说话 你是我爸爸 就应该回去照顾我 果然有些人就是不长脑子 好了伤疤忘了痛 见白文景那么不要脸 我的巴掌又扬了起来 这一次 到底还是没能如愿 扇到白文景的脸上 柳如烟挡在我面前 眼里的怒火似要喷涌而出 够了 有你这么当爸的吗 孩子还那么小 你离开就算了 还是隔三差五地打他 我知道柳如烟 为什么会那么有底气 刚刚经过白文景那么一闹 走廊里挤满了人 七嘴八舌地讨论 这个当爸的真狠心 这孩子才三四岁吧 这么快就跑路了 这个女人看上也不差 估计是这个男人在外面有人了吧 现在男人真心狠 连孩子都拴不住 我没有说话 把手抽了回来 又扬起了巴掌 不过这一次是扇在柳如烟的脸上 柳如烟捂着脸 有些难以置信 白文景立刻去抱他 妈妈 我冷眼看着这母慈子孝的这一幕 说来也是奇怪 白文景刚出生的时候 柳如烟并不是非常喜欢他 但是白文景长大以后 意识到家里都是妈妈做主 有事没事都去讨好他 对柳如烟竟然比对我多好 柳如烟的眼里满是很利 白魏泽真是给你脸了 说完他就拿起旁边的灭火器 朝我头上砸来 围观的群众终于意识到 事情不对劲 柳如烟不是他们口中的好女人 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家暴狂 众云早有准备 他抓起旁边的开水壶 就朝柳如烟脸上焦 眼疾手快地把我拉进门内 随后柳如烟暴怒的声音传来 伴随着灭火器砸门的声音 报警吗 众云放下开水壶慢悠悠地问 我摇摇头 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们的法律约束不了他 他外强中干 欺软怕硬 不敢去伤害其他人的 见我一脸淡定 众云也不再多问 十三 晚上 我又在小区门口看见了柳如烟 他的脸色已经没有以往的光彩 甚至泛着轻 见到我 他立刻冲过来 泽哥 赶紧跟我回家 女儿离家太久 都有点不适应 我没有忽略他眼中的狠利 估计这个时候他还在想 等我回去了 他一定在借着系统打我一顿了吧 白文景抱着我的大腿 爸爸 我们回家吧 文叔叔那么善良 一定不会计较你的过错的 笑死 他算什么东西 柳如烟 你在旁边的花坛上 不为所动 我冷笑一声 低头对白文景说 不要叫我爸爸 我不是你爸爸 你爸爸是柳家的管家 就是你最讨厌的李叔叔 白文景确实不是我生的 我不爱柳如烟 更不可能让他生孩子 一次柳如烟醉酒 缠着家中的管家李平 和他睡了 这事柳如烟并不知情 后来柳如烟怀孕 李平想去坦白 于是我告诉管家别声张 让柳如烟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就是柳家长女 白文景要是我的孩子 在他吃里爬外的第一天 就已经死了 柳如烟立刻站着了身体 怎么可能 泽哥你一定在开玩笑是不是 白文景也在一旁埋怨 爸爸心烟子真小 觉得我不护着你 就说我不是你的女儿 我认真的说 你真的不是我的女儿 我只是负责养你而已 你爸爸就是李叔叔 我这里还有你们的 亲子鉴定书呢 我从未爱过你妈 怎么会让他生孩子呢 担心柳如烟母女不相信 我又补充了一句 还有 你长得一点也不像我 我生不出你这么没礼貌 还那么丑的女儿 柳如烟不怎么关注白文景 只要他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白文景 跟我一点相像的地方都没有 十四 柳如烟受不了这样的刺激 气得两眼一黑 一口血直接吐了出来 他用袖子一擦 看我一脸得意 怒气冲冲地说 你给我下毒 看到他如今狼狈的样子 我只觉得畅快无比 给你下毒 你真是高看你自己了 我不想弄脏我的手 是你自作自受 杀了一家子无辜的人 人家来找你报仇 也是正常的 白文景吓傻了 瘫坐在地上 对了 他害怕让你死得太痛快了 特意在你事实上做调整 你读的书不多 应该不知道 维生素C不能和虾一起吃吧 一下子被我戳中软肋 柳如烟气得面目猙獰 他从小生活在福利院 不喜欢读书 学历并不高 要不是有我的帮助 他早就死了 白文景去扶他 妈妈 妈妈我们回家吧 我们去找文叔叔 柳如烟不耐烦地 一把甩开他 他这个人最看重价值 白文景就是他 拴住我的枷锁 现在他也没有 这个用途了 那你赶紧把我送回去 我要回去看医生 柳如烟不客气地命令我 我哪里知道 怎么把他们送回去 又不是我带过来的 谁把你们带过来的 你就去找谁 别在我这里发疯 我拎上手提包转身就走 我还得去逛街呢 柳如烟立刻转移到我面前 白文泽 你不准走 你不是就应该 什么都听我的吗 你以前最听我的话了 我不说话 加快脚步往另一边走 等一下 柳如烟喊住我 白文泽 你告诉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直到现在 柳如烟都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不想做任何人的就是主 尤其像柳如烟这种头脑简单的人 自己想 说完这句话 柳如烟还是不让我走 那你真的没有爱过我吗 我冷笑一声 头也不回地走了 还是和兄弟出去玩 更重要一些 翻外 与白文泽结婚多年 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他 他所有的一切都比我优秀 跟他在一起 我黯然失色 但是白文泽跟别人都不一样 他好像特别在意我的情绪 这一点让我很高兴 起码说明我不差 至于我之前为什么过得那么苦 完全是他的错 都是因为他 没有早点遇到我 白文泽对我百依百顺 甚至愿意让我接手公司 哪怕我把他改姓过 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很害怕 见到白文泽的那张脸 他的脸上很少会有笑容 他的眼睛好像在说 看到了吗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都是我不要了赏赐给你的 这让我非常痛苦 只有方邪文 每次见到他 我都会觉得顺心 方邪文跟我一样 在福利院里长大 为了钱 他在酒吧里面打着黑弓 见到他 我才会觉得自己身上有忧郁感 得知白卫泽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他要回去的时候 我一点也不慌张 他是我孩子的爸爸 为了孩子 他是不可能回去的 再说了 就算是他没有孩子 以他拉下面子倒贴的样子 肯定会继续留下来了 白家真是生了一个不值钱的儿子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白卫泽铁了心的要离开 我想 这一定是他的小手段 就算看到方邪文再怎么顺心 我也不可能嫁给他的 他能给我带来的利益太少了 跟着白卫泽以为去了他的世界 我想 以白卫泽不值钱的样子 肯定随便哄哄就回来了 放在以前 他早就感激涕铃了 这一次倒是超出我的意料 他竟然说从未爱过我 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回家而已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不爱我 为什么会把白文景生下来 直到他说 白文景是李平的女儿 我才彻底死心 仔细一看 白文景长得确实不像白卫泽 这个消息如一把刀子 穿透了我的心脏 我一口血直接喷出来了 更让我愤怒的是 白卫泽竟然默许别人给我下毒 这不可能 白卫泽是一个 就算倒贴 都要跟我在一起的男人 回去之后 我的生命果然在慢慢流逝 白文景还是很喜欢方邪文 方邪文接近白文景 是有目的的 他一直劝我嫁给他 在我明确表示 自己不会嫁给他之后 他毫不犹豫 投入另一个扶皮的怀抱 柳氏的笑意越来越不好 我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 白文景还在旁边 恶狠狠地殴打我 妈妈 你再不出去工作 我以后怎么办 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污点 他就不应该出生 身体变得格外沉重 今晚的月亮真圆 白卫泽 我到底哪里有错 全文完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